在今晚3月4日的菊草野菜有几匹马是值得你留意的 在讲这几匹马之前 我在这里特别恭喜Jim Jim就是上一次3月1日的赛事 他是第一次用这个职业牌计算表和数据库 而给他过到三关的朋友 虽然他中的是很热门 但是他非常开心 我就在这里鼓励一下Jim Jim就买了 他也是有听我们说的 两场是持着潘顿的马做胆 然后另外一场就是买短途的 第六场的1000 就是说他买的三关都是一刀三 分别是第一场、第四场和第六场 他第一场就是四斑填出1000 他是持着潘顿那一匹 同情实力马二划不雪做胆 OK 二划不雪虽然这场是前仗 其实如果你有看他 其实他上仗退出了 所以他这个前仗也可以说是上仗的同情实力马 OK 他持着这笔胆 拖脚 也是有听我们说的 就是如果多的话 你就去那个计算表那里 拖叫关健康、清算八方 他就同力是一样的 我三匹马 叫关健康、清算八方 另外那一匹就是马会那群专家说有机会是win的12马 结果第一关就QT都在了 胆了跑第一了 对不对 这条Q是派84元的 这个是Jim的第一关 他第二关就是 亦是持着潘顿的胆 的马做胆 就是3号的北极光 其实这个北极光 我们上一次赛前也有说过 是不是 就是这一匹马是因为同情实力马很差 就是实力不强 所以这一匹初出的马 还有又有飞的马 还有特别是马会专家觉得是有机会一出即胜的马 来做胆 结果后他的赔率也是热过假夜 他就拿这一匹北极光胆 他拖的和我们也是一样的 就是拖了两匹同情实力马 就是贵内那个长盛宝区和量化宽藤 他就跟我们买了拖这一匹5号的年年丰收 他就问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场 将这一匹年年丰收放在第二位呢 还有为什么会拖它呢 原因就是这一场马 除了这两匹同情实力马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要看那些质身马 特别上涨的 上涨就有一匹初出的叫做年年丰收 这一批年年丰收初出是一月二十七日 跑到一千的 其实这一日马会那群专家 就已经说这一批马会有表现 是值得留意的 所以如果你打开你一月二十七日 即牌会计算表 如果你有抄下那些初出马 马会专家说的话 你可以看回 而且配合他初出那时候是有票的 这些也是幕后给你提示 是不是因为初出马 大众都不懂了 就不会怎么买 但是它是热门来的 所以而且它是跑得不差的 所以今次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 当然了 Trim也是买这个一托三 结果这批年年丰收跑第一 不极光跑第二 两发寬腾跑第三 即是说一托三 也都是重了QT 而这儿Q当然非常热 是47元 Trim买的第三关 在第六场 其实也是用来一样的 持有的胆 也是上将的同情实力马 因为为什么上将的同情实力马 它的时间是突出出来的 是不是 而且它是放头跑 即使它是四班升上来 但它只不过是三岁 即是上紧的马 所以也是 它是选这批目的勇士 而且它拖的脚 也都是跟我们差不多了 即是说和气生财 奋度同心 也是同情实力马 接着就加一批有艺君子 有艺君子的原因 我相信你知道了 是不是 如果你有看的话 是这批初出马 是马卫的专家是觉得有机会的 OK 当然 这条也都给他过到了 奋斗同心无敌勇士 这条QR派100元的 所以他买了三场的一托三 买10元住 540元买给他收了5600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他都非常开心 其实不要紧要的 你照着这么买 不是因为你买的是延门马 因为你买的是有很大机会开出的 实力马 这些实力马 不代表所开出的QR整天都热的 OK 但是这样买呢 如果你过两关 特别过三关 你以后还有很多重复命中的机会 而且会有很多重复命中大野的机会 OK 那都是那句 继续努力 讲回今天3月4日的赛事 第一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就是潘顿骑的第一场的4号白进 如果你去第一场的同程实力马 那里 去JP会计算表 你看到这场上两仗 只有两匹而已 同程实力马 而且放头马 幸运大兴 不是一匹太强的马 为什么 他大前仗 跑第四是放头 其实他的时间 那个头段不快的 那个报处是不是 34.65是慢个这个标准的 他上仗跑第五也是34.41 也是慢个标准的报处 那就是说他慢放都捱不到回来 反过来 这批白进 他前仗跑这个路程 由于排外档是被逼留在很后的 但是你看到他可以凭一个圈径 虽然这些跑法不是很有利 但是记住 他这个路程 由于同程实力马 放头的马不强 所以他可以凭不断来 追过前面的放头马 因为放头马的时间不是很快 所以他可以凭一个不断来 加上他今次排的当是中档 他不需要那么后 他就更加好冲 因为这场的报处不会太快 而且同程的放头马 是不是那么强的 即使这批大前仗 这批喜斌腾也是 看到吗 34.74也放得比较慢些 这个白进是前仗的同程实力马 不单是其实它是上仗的实力马 是他程的 迁移是入Q的 是潘顿的 潘顿今次骑回这批马 而且是预着一个对手 同程实力马不强 所以是值得你去考虑 作为这场的Q弹 而今天第二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就是第三场的五号 马功臣 如果你去你的即业牌匯极选表 第三场的实力马 你会见到这场的赛事 就是上两仗同程实力马 第一批就是马功臣 而上两仗的他程实力马 第一批就是青年才俊 而这批青年才俊 还是排外档 形成这场马功臣 遇着的对手 完全是可以说是没有同程实力马的对手 当然再加上他自己上仗 赢的时间是比标准时间 而且是很强的末段 所以形成他今次可以 凭这个对手较弱的情形之下 形成他的机会又大增 另外他上仗赢的是三七四场次 这场的水准不是太差 如果你去赛事水准那里打三七四 让他弹掉跑第二名的负六 再出田草千亿跑第二 带会舞台跑同程 谷草千亿也入击的 这个让他弹得很远的 所以形成这场的赛事 马功臣由于对手比较弱 所以也是值得你可以考虑去做 Q胆的一匹马 当然了 刚才说的马或者今晚说的马 你除了要细心去刨它们之外 当然建议你看它们赢 或者上仗实力的走位 即是要看大 而今天第三匹值得你留意的马 就是第五场的二号 马步也是潘顿骑的 如果你去你的计算表 第五场的实力码那里 你看到马步也是上仗的同程实力码 就是潘顿骑 而这匹马在近两仗的同程实力码之中 其实它的时间比较突出 你看到1分09.65是最快的 加上它可以放头 亦都可以咬着前面走 而今次排个二档 变成它贴难的都会很大 就是这个位了 变成它十分有利 OK 加上这匹马已经三次跑谷草 上次同程跑第三 前次同程跑第二 带前仗跑谷出1000 亦都是入Q 三次都是蔡明少奇 今次突然之间强配潘顿 相信幕后的用意都比较明显 要求交代 加上它这场实力是突出的 还有配潘顿加上形势有利 所以这场的马步也是值得你考虑 拿来做Q胆的一个场合 OK 好了 如果你是指示牌位计算表的用者 你可以用同样的手法 看完所有的场次 集中看上将的同程实力马 而且是时间或者没断突出的 如果是强配的更加好 然后你可以选两场或者三场 这些马 拿来做Q胆 或者如果你是喜欢我们 刚才说的三匹也可以 或者其中一两匹也可以 可以 最重要是你用这种手法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马胆 然后呢 就去计算表那里 如果你有看我们的视频 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 去拖几匹脚就买Q过罐 你可以过两罐 也可以过三罐 OK 如果这样买 你的成本只需几百元 如果被你络中三罐 分分钟你收过万 甚至如果络中冷东西 是过十万都不出奇 所以记住 如果你是支撑几匹脚的用者 记住记住 记住 今天的赛事 这样去 找出自己的心水马胆 然后买Q过关 OK 如果你还没有支撑几匹脚 或者数据夫的朋友 那我当然建议你 要快拥有这两个表 因为如果你这样去买 今晚去买Q过关的话 分分钟 帮到大夜高的人士 就是你了 OK 千万别不信 你平时买马 是否经常喜欢买Q过关 但很少命中 我说的很少命中 即是连过两关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否很喜欢买三重彩 四重彩 你所行的胆 甚至买福胆 都很少命中 你平时是否很喜欢敲一些冷码 但不知道怎么入手去选 才是最有效 你是不是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夫 这两个很多职业团队 都所采用的选码工具 那如果是的话 我就建议你 立即按我们这个视频下面 其实任何的视频下面都可以的了 即是在视频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这个位置 按进去 立即订阅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那为什么我建议你 不要再等了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那有四大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两个表 已经有了效果的证明 因为由上季至今 我们已经帮用者累积了 所收的彩金 已经过了千万 我们是全部有实例证明的 你可以看回我们BuddinBuddin这个channel 你去我们下面的playlist 即是 这二百个计算表 如何帮用者以小本 赢过万 那些实例 OK 很多很多实例 你可以看 全部都是有实例证明的了 那就是这两个表 是可以真真正正 帮到用者 是用小本赢到达的 而且我们的实例 那些用者所买的 都是全部几百元而已 是不会用超过一千元的注码 以外去博个万是没有 全部都是几百元而已 OK 所以这两个工具 是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你 以小波导大的工具 而且有了证明 所以这个是我建议你 立即按进去这个位置 去订阅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而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教你 怎样去用职业排位计算表 以小波导大的 而我们 建议你所买的 码匹全部都是 更像同正实例码为主 他正实例码为主的码匹 如果每次赛马后 你都喜欢看下赛后检讨的 其实其中一个检讨的方向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码 跑油Q 或者三红菜 四红菜那些码 是不是经常是有 和正实码码特别是 紧张的 包办 OK 如果你看之前 保证你会有惊人的发现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这些码匹 所以正正是有这些码匹 所以这个职业排位计算表 就可以帮你有效地 在那些更像的同情码 实力码里面 西减出真正有实力的码匹 去给你投注 而这个功能就是 计算表了 如果你有看这个channel一段时间 你应该很清楚我讲的是什么了 所以换言之 第二个 建议你立即进去 拥有这两个表的原因 就是 你可以 如果你是用这两个表 是运用我们所教你的方法去买 就是买Q过关 或者三红菜 或者四红菜 而三红菜 四红菜只是把码弹排在第一第二 而不是行复式 而Q过关 你可以过两关 过三关 甚至你可以买Q过关 甚至3T都可以 因为这些全部都有用者中过 你可以看回这里 你可以看回我们之前 那些实力里面有很多的 3T、Q过关 全部都有人用中过 而且很多都是不断重复 所以 第二个主要原因 你需要立即用这两个表 就是 你以后所买的码 是有非常大的命中机会 因为我们叫你后的码 全部都是更像个同性实力码 OK 换言之 你照着买 你可以不断重复命中的 而且你所买的Q过关 三红菜都是 那个target都是过万的 就是换句话说 你以后所买的码 全部都是真正正正可以 以小博到大的 可以博过万的彩辞 这样买 你才有机会博更大 这样买 你才有机会 不断重复命中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继续买一段长时间 例如一季 两个月这样买 我可以保证你 可以重复命中大野的 OK 因为已经很多用者 都是这样 有这样的经验 而且在这个channel 跟你分享过了 是不是 这个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 拥有这两个表 你每天每个赛日的成本 都是三十元 其实三十元就等于 一个工具去拣码 是不是 其实你每天每个赛日 你都会花 都会花几十元 例如三十元左右 去买工具 例如 赛前你可能会买 排位 报纸 是不是 看赛职 或者马步 看赛职 赛日 你也可能会买 赔率版 或者看人家的贴士 是不是 其实每个赛日 都差不多 你那三十元 但问题就是 你以前那三十元 如果你买了很多年的马 那些工具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对你有帮助 你当然可以继续去运用 但如果对你没有帮助的话 那为什么不转呢 因为你每个赛日 也都是只需要花三十元 就可以立即拥有 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职业数据库 这两个很多专业团队 都用过工具 那为什么你不用呢 更何况这两个工具 才可以真真正正 帮你用几百元去拨一个万 因为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实力给你看了 所以我建议你 立即去拥有这两个表 按右这个位 如果订阅一下 按右这个位置 立即订阅两个表 的第三个原因 那当然第四个原因也很重要 因为当你 立即拥有了之后 因为你已经看过我们这个video 一段时间的channel 你会知道怎么去买了 那当你运用同一个方法去买的时候 例如买Q个关或者三五彩或者四重彩 在未来的赛日 分分钟还打野 那位人士就来了 千万不要不信 因为我们有很多都是 初用者一买即中的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不信 未来的赛日 可以打野 那位人士是你 而且还是用小本去打野 OK 所以最后 多说一句 如果还没有的话 就立即按这个位置 或者订阅请客以下 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立即运用 OK 千万不要浪费任何一个赛日 因为每一个赛日 都是你可以以小波度大的赛日 绝对不可以胡乱浪费 OK 如果你觉得今次的video 在这里对你选择 是有启示的 或者有帮助的 就麻烦你在这个位置 like 不断按一按 鼓励一下 OK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channel 而且想学多些 关于如何可以真正小本波度大野的买法 那我就建议你 按这个 就是订阅了 因为为什么 当你按到这里 当你订阅了这个channel 之后 我们有很多新的video 新的方法 新的用者的心得 你就不会再错过了 这些对你以后 选码 怎么去选码 怎么去买码 怎么去投注 怎么去真正 用几百元去波过万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OK 所以你不想错过 以后新的video 就建议你按这个位置订阅了 好了 我就在这里 就预祝你 在未来的赛日 又过到关 又波到大野